沙子 滚下来 滚出去 小杜小杜 我在呢 打琴骂俏 321 锁喉 321 感觉我会成疼客 腰疼 胃疼 沈童 你过来啊 你和别人有个朋友 小童 221 开始 真的要修容 你修容啊 这款修容侠 修容什么呀这叫 修容侠 修容侠 好 哈哈哈哈 我说是真的没有开过系 但之前就认识是因为 两人都是小演员吗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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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那时候 依旺导演是怎么选的 你们俩呀 优秀吧 优秀吧 那真是玩牌家族 带久了 王牌对王牌最有担当的人 谁先选啊 既然他们是客人 我们先 我们先 这不对 这啥 这什么 这什么 怎么回事 这是董小姐吗 成都 成都 对不起 啥董小姐和成都 南山南 没说完温柔 只剩一个 太大石油的怪啊 上面写了一个XT 小童 什么小童 小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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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买的吗 小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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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 小童 tej bond 小童 卡 小童 小童 好 是的 加 我以为对 everybody Π 阿 야 哈哈哈哈 什么玩意啊 哎哎哎 哎呀 哈哈哈哈哈哈 哎哎哎哎哎 狂风暴雨 狂风四起正确 小偷小偷小偷 小偷你真的是 我这极美貌与才华与意义 这三位主播知道为什么今天让你们发现出场吗 没分 这个很好猜 但是可能超出了小偷的文化水平 文化水平 哈哈哈 你不是歌手吗 我回事 你不是要出关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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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要歌手吗 你还唱歌要吗 还唱歌要呢 还唱歌要呢 小偷的身高是多高 177 177 你可以从这里身上 小偷姐喜欢短发吗 哎 小偷姐喜欢光头 你都不知道吧 哈哈哈 什么口味的冰淇淋 什么酒味 安全茅台 哇 二位 不用打的是聊天吧 哈哈哈 不过你看不到我一天一根哦 哈哈哈 你屏蔽了 塑料姐弟兄 次 游戏中让说出名字中包含动物的艺人 童小偷先开始 小偷 等 等 等 不你们让我稍微给我们 啊啊啊啊 那儿不是活着一个吗 对对 等会儿 不 来来来来 小偷答案 答案在你面前 啊 白鹿 一 白鹿 三二一 成龙 三二一 成龙 三二一 成龙 哈哈 三二一 白鹿 成龙 三二一 白鹿 成龙 二一 哈哈哈 成龙 在紧张的竞技游戏中 要保持礼貌 哈哈 这个过分了真的 这个这个来不来 这个来不来啊 咋点呀 咋点呀 快点咋叹 给我一个这个过儿呗 谢谢 谢谢 你happy 我不happy 任务需要收集其他五位成员的头发 你是什么呀 你平常叫头发 I'm happy 我不happy 张哥 你知道 在上游客吗 我忙 I'm happy 我不happy 四名牌的时候好忙 但不知道在忙什么 你把他死了 我好匹配 你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 我经历过 腰黄的红酒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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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敲酒水 天天喝呀 这不是天天喝 这些人都会这个 滑拳 什么他妈 六六胜啊 什么五龟手啊 哥俩好啊 五龟手啊 六六六啊 六六啊 老哥酒量不行啊 啊 你酒量太差 我能喝二十瓶 老哥酒量不行 你酒量太差 我能喝二十瓶 你喝这么点 你喝这么点啊 我跟你说今天咱们都喝 我就喝干了这杯酒 干了干了干了 干了干了 喝完不能走 不是 我得弄死 我得弄死你 弄死你 弄死你我就喝死 弄死你我就喝死 对 如果今天咱们俩谁都没死 咱们都没死 咱们就一直喝 咱们就一直喝 我们这对组合的名字叫 赚大钱省小钱 永福逢享 柳难同当 所以说这会儿咱们对应该谁站出来 小偷 小偷 应该谁站出来 如果一定要有一个人受到伤害 那为什么不能是你呢 哈哈哈哈 哎 怎麽怎麽 猜哥不行 石头掩布也不行 哈哈哈哈 哥你定一下 咱是豁出一趟 保咱仨 还是 咱俩老人了 那肯定是他俩其中一个 哈哈哈哈哈哈 你们王牌家族 你最烦谁呀 这不是送分题吗 自己站起来吧 哈哈哈哈 还做那么踏实呢 哈哈哈哈 大家一定要来看 这层少年呀 马上六月份就要播了 再别的为师 再别的为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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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哈哈哈哈 对不起谁 浙江卫视大雅之城 哈哈哈哈 日光时光慢些吧 不要再将你变老了 送给腾哥 腾哥不说啊 那咱这哥我可不收啊 以家族为单位了 啊 以家族为单位 哈哈哈 这嫌弃我的有点明显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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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哥哥 也一直从未走远 谢谢哥哥 小童女孩 她湿漉漉的 在那待太久了 找凉 呦这会儿 倒是变得绅士起来了 选两个猛的 对里面 那看来腾哥和 豁豁哥他俩太轻胖了 小童什么时候 你开始安排上人了 哈哈哈 next 谁是五个人当中最八卦的 醒出来 小童我跟你说 姐你昨天晚上吃啥了 吃 跟谁呀 吃到几点呢 喝酒了吗 还都很难吃啊 我认识小童之后 我都把背脖卸在 我都把背脖子都抖了 我都把背脖子都抖了 看这个了吧 该撞外套 我还抖了 嘴是从小就碎 从小就碎 小童的嘴里在动 啊那大碎嘴子 他啥说不动 几率很小 但是 哇 是孩子吧 这孩子嘴有点碎 我俩看 那小童 把你们解完 他也会回来告诉我们 他嘴巴可大了 可大了 我都是个大碎嘴 钱包突然间被偷了 那个小童就跑得很快 然后我跟我妈 一路大碎嘴子 别跑别跑 抓嘴啊抓嘴啊 那小童我估计已经是 吓懵了 然后他就把那个钱包 抛到那个店的那个门口 然后他就跑了 那小童